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呢 等到这个清末期的时候 这些工艺已经有一定的这个没落了 很多传统的这个工艺跟技术呢 也从这个造办处里流出来了 当时呢 在这个民间呢 形成了很多这个手工的作风 我祖父呢 当时呢 也是跟了一个工里的出来的老师傅学的 直到69年 我父亲组建这个工厂 当时呢 叫定名为燕州花思厂 传承的手艺是我祖父的手艺 从69年代人在 一直是延续着这种生产和这个开发 咱们传统工艺里面啊 把这个景太栏基本上分成四个大的工艺 从制胎 掐丝 点栏 打磨 好 那么什么是制胎呢 就是用铜板一点点用锤子凿出这种开型呢 比如像这个 它是一种用锤机的方式 当凿完以后呢 它表面会有很多这个锤痕 那么这锤痕我们需要用 错或者用刹纸把它一点点打磨下去 所有这个打磨完了以后 就开始掐丝 那什么是掐丝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用这种 很薄很宽的金属丝 用镊子 一点点把它掐出突然来 比如说 掐一个圆 或者掐一个方 给它掐出来 这就是一种掐丝的方式 这种金属丝基本上都是我们自个自制 它先用那个圆丝 给它拉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然后给它压扁了 我们经常用的银丝的厚度呢 基本上是0.12毫米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12丝左右 金丝呢 我们基本上用的是那个0.04 但目前来说是最细的了 那么这种掐丝按照什么去掐呢 头制作之前 先有一张图纸 有了图纸以后呢 按照图纸一点点去掐 直到把一个整个的一个图案 掐好了以后 才开始把这些丝 往胎体上去粘 当粘完了瓶以后呢 你看这已经好像跟胎体已经连接了 那么它看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连接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用特殊的方式 把这个丝焊接在这个胎体上 我们就用这个很大的火箱 所有东西就全部把这火包在里边 这样它的表面的焊药 经过融化以后 把丝跟胎体连接在一块儿 这种连接是金属连接 而且非常牢固的 当我们焊接完了以后 就出现这种现象了 我们在这里头也加了一条新的工艺 比如说像这种雕刻工艺 这种雕刻工艺是什么呀 就是用刀 一刀一刀的在胎体上雕刻 当雕刻完了以后 它会出现很多不规则的小点 当上完色以后 这一刀看着非常非常漂亮 它是一个一个闪光点 而且有一定的激励 就是有一种立体感在里边 我们行业里头呢 基本上管商色叫什么呢 叫点蓝 它就用后面我这些个 各种不同颜色的诱链 无论是你就是用吸管也好 用毛笔也好 用蓝枪也好 用我们做的最小的这个工具 比如针 前面做一个小勺 用各种各样不同的工具 把这个诱链填到这些个 相对来说已经有的这些空隙里边 每一个空隙必须填满 当所有的东西填满以后 经过第一次烧制 这一个作品呢 我们大概要烧20次左右 我们基本上从第一次开始烧结 热到最后的20次烧完 大概需要过程 就需要一个月左右的过程 才烧完 其中有可能有可能 这一个东西烧烧的就废了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们这个废频率 也相对来说比较高 当所有的烧完了以后 那么我们最后就可能就是打磨 所说打磨呢 传统工艺上我们把它分成四步 比如说超石 细石 泥浆石 木炭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法郎打磨呢 基本上将要加到15到不同的工序 其中也包括了一个粗石 细石 泥浆石 但是我们把这个粗石已经不用了 然后最后加入一道什么工艺呢 就是木炭 叫碳粉 这种碳粉呢 是前期磨制木炭的时候 产生的这个泥浆粉 它这个木炭是非常非常的细的 它所有打磨完以后 我们要求是不能看到任何的划痕 才算一件合格的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 其实对于我来说 进入这个行业也是一种必然 当时我大学毕业以后 本来我不想从事这种工作 因为从小耳闻木染 都是这些个法郎 每天看的 每天听的 每天摸的 都是法郎东西 看的可能比较厌烦了 也没有觉得特别好 知道什么时候呢 就是我父亲跟我说 既然把这事已经干到这么多年了 已经传了两代了 到我这儿 如果不传给我 那么给那个师传 那么就是必须让我回到这个厂了 来制作这个 就是即便当时我到厂了以后 也不是说特别的对这个东西特别喜爱 这种喜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就是我从我研究表盘开始的 每研究一步 成功一步 心里就有这种喜悦感 有这种成就感 我所做到的事 是前人任何一个没有做到的 所以这种成就感逐渐的积累 逐渐的堆积 使我呢 开始离不开这个行业 当一生的事去做 而不是说当一时的事去做 这种东西呢 这是一个 对他来说有用很深很深的感情 就像看他自个儿孩子一样 无论是他好 他坏 你都应该去爱他 而不是说是一时的 所以说干这一个事 那就真的用一生去干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 真正说能体验一种降人精神的一样 反正对于我来说吧 可能在以后的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只要我能干得动 那我就不会离开这个行业 感谢观看